Hello 大家好 我是Mina 之前跟大家介紹過 Shimamura時裝連鎖店 看到大家的反應都非常熱烈 所以這次我們又再介紹 究竟它最近有什麼新貨呢 我們馬上進去看看 另外想跟大家說說 其實我今天身上這套 除了一個袋子和耳環之外 全身都是扣自Shimamura的身上 大家覺得如何? 好 開進去吧 其實Shimamura會有跟不同的影響者 或者藝人聯繫 這次它跟Annozan 聯繫了一個Annozan電電波系列 這雙鞋都非常有電波系少女的感覺 而且它也不太貴 連上稅才是2970日圓 之前就已經有說 Shimamura的東西真的很便宜 基本上它大概有機會是500日圓至3000日圓 如果遇到它特價的時候 就可能是1000日圓就已經有雙鞋了 另外除了鞋、袋子之外 還有很多的飾物都非常划算 例如這條項鍊 基本款有閃石的項鍊 才是390日圓 年稅是429日圓 其實這裡的袋子 不要想著它這麼便宜 會不會質地好像很差 其實我覺得都挺骨子的 這個很便宜 你看這個 它截了再截了 現在是1200日圓 這個我覺得不錯的 好像都挺優雅的 又見到聯成的商品了 看看 這個鎖匙扣多可愛 還有這一款 兩款都好可愛 是散銀包 另外右手邊這裡有一些小物 譬如日本都很流行的 這些假的領 它就是你穿一件T恤 或者是穿一件襯衣的原名 接著你就可以加這個 就可以假裝有個嶺在這裡 就可以更多造型了 590日圓 另外 生活用品當中 當然不少得物仔 其實很多人上次的影片都有問過 除了女裝之外 其實這裡有沒有藍裝 是有的 我們現在就帶大家看看藍裝 藍裝這裡都有聯繩 1000日圓就可以擁有 有一期是很流行 這種漁夫的背心外套 很多攝影師都喜歡穿 因為可以塞很多東西 然後我在這裡發現 這裡是700日圓而已 我推薦CAMMAN可以穿 有多穿 它是另一頭 我們來看看一些 時裝的 因為其實今季 很流行針織款 另外這種民族風的模型 在男裝之間都非常流行 我自己有一件類似的女裝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 買一件類似的男裝 暗瓦底情侶裝 不過就不要告訴我 我會害羞 我也跟大家介紹 其實我今天全身的造型 除了耳環和袋子之外 全身都是SIMAMURA 包括這雙鞋 都是SIMAMURA 它的價錢是2000日圓 麻煩 拍攝 拍得漂亮一點 我對腳 我自己喜歡 SIMAMURA 因為它有很多 跟動漫聯成的商品 例如這裡 就有跟Jojo Tom & Jerry 拿筆小新 多拉萊蒙 這個是COCA COLA 然後ONE PIECE 都有 還有Samuel 是男裝和女裝 都有各式各樣的聯成 另外如果上班族的話 這裡其實也有一些 關於上班族可以用到的服裝 例如是一些襯衣 西裝、外套等等 另外袋子也有 上班、上學一樣可以用到 如果你說 覺得剛才那些好像 質地一般 這裡另外也有一些骨子 還有胎 無論你想要便宜一點 還是質地好一點 都可以有很多選擇 另外上次影片 都有人問 究竟這裡有沒有童裝 當然是有 我這裡 就是屬於Baby系列 全部都是小小件的BB衣 它都很貼心 裡面有說明 它是可以長時間使用 都不會起毛粒 還有放下去洗衣機洗 它的形狀都不會分為 是非常之適合 媽媽這麼忙的時候 可以簡單單單處理到的衣 還有小朋友大得快 經常都要換新衣 這個890日圓 是不是很划算 日本小朋友的衣服真的很大人 他們小學生的衣服 就這樣看 好像大人會穿的風格 因為日本的小學生 他們都有自己小學生的雜誌 會很時尚的 所以他們平時的打扮 都不可以太普通 太舒適 這裡就有很多很成熟的 這些完全是大人現在輕穿的衣服 是我這一套的 有少少長袖 跟粉紅色的打扮 可能很多人都會發覺 其實為什麼來日本旅行 都不太喜歡 Simamura這個平價連鎖的服裝店呢 因為其實Simamura 多數都是在住宅區的 所以除了一些服裝之外 都可能比較多被鋪 枕頭這些生活的用品 這裡我就不多跟大家介紹了 因為可能大家都是想過來買衣服 都不會無緣無故買皮革 這裡就是專門是老人家 或者是年紀大一點 喜歡低調一點的感覺的一些衣服 很多時候日本的婆婆 其實穿衣服都很時尚很骨子 這裡就是比較年紀大一點 喜歡低調一點的服裝的話 可以選擇的一個地區 日本的老人家 他們都可以非常之有型 我自己就覺得 他們其實這一套系列的衣服 我覺得OK的 比如這件牛仔布的 有些圖案 挺Vintage的感覺 你們幻想一下 我老了的時候穿這一套 怎樣了 如果你說我的身形比較豐滿 很多時的衣服 我都穿不下 那怎麼辦呢 這裡其實有專門 身形比較豐滿的人士 所設計的衣服 例如這個是三個L的年身裙 你看到是比較大件 如果你是比較身形豐滿的女士的話 都可以過來找到相應對心水的衣服 除了三個L之外 其實還有四個L的 原來大馬款都有一些很可愛的聯繩 如果你喜歡一些角色 但又不想太高調 太小朋友的話 我覺得這些小小的刺繡 濕透得來都很可愛 可以自己開心一下 這件衛衣都挺漂亮的 心動 如果你想追上日本的時尚流行 就可以參考一下 他們大馬帽沒得而穿的衣服 如果你說其實我很小顆 我可能只有15多 那我就對了 這裡就有一個專貨 比較低身長 意思是比較小顆的女士 可能介乎15多左右 比較小顆的女士可以穿的衣服 因為很多時小顆的女士 都會遇到裙子太長 衣服太長的問題 這裡就有些小顆的女士的衣服 就解決了裙子太長的問題 這條也挺漂亮的 我想買2420日圓 都是3000日圓內 這條我真是真心喜歡 又來幫我選擇 哪件好呢 好了 兩件都拿去試試 試試 其實這條裙的形狀 我是喜歡的 長度也剛剛好 但是 我太瘦了 不是不是 這條裙的尺寸比較大 所以你看到 是太鬆了 是有種可遇不可求的感覺 因為有時候可能有些衣服 你不試過 你就不知道適不適合自己的尺寸 所以我喜歡試 是有fitting room 可以讓你慢慢試 譬如我看到這條裙子 我拼的時候 覺得沒問題 我可以買吧 試完之後我就發覺 對不起 我錯了 我穿不起 好鬆啊 買不到這個 省錢了 我換衣服了 拜拜 今天就帶大家看了 SIMAMU 最近有什麼新貨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希望你可以 comment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follow我的facebook page 和IG page 我自己就繼續逛街 攝影師辛苦了 你可以先回家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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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